今年三月,全国首例和他出血热,出现在高雄 没想到,一个多月期间又发生了两例 卫生单位就发现,三起病例都和高雄知名的三合光华市场有地缘的关系 为了要防堵群聚感染 这两天,正划设警戒范围,密集放置捕鼠龙,积极投药秘鼠 卫生局人员到市场放毒耳,加强宣导民众要留意老鼠排泄物 因为在这座高雄市的三合市场,有一名57岁男性鱼犯 被确诊为高雄今年第三例和他病毒的出血热 住院期间在4月4号到4月8号的时候出现四肢水肿 还有肾功能不好,那是典型符合和他出血热的症状 今年三月的前两例和他病毒出血热患者是同一个家庭群聚感染 离第三例的鱼饭住家就只有400公尺 三个人出入场所都是住家和市场 因此临近包括三合、光华和临华市场 都被高雄市政府划入警戒圈 25号开始在区域内密集放置捕鼠龙 果然捕获带有病毒的老鼠 每天做生意的摊贩和店家都说不常看到老鼠 不觉得老鼠多 但卫生单位强调老鼠带有和他病毒的比例并不高 再加上人不见得会接触 所以过去每年都只有一两例散发病例 高雄两个月内冒出三例显示老鼠数量大增 现在除了要密集灭鼠消毒一周 民众如果感到不适 也可以就进到临时检验站抽血 记者王界村许正俊高雄报导 我感免得好 akt以免疫情 好 那个 感谢观看